大家好,我是Basketballtopu的小编66 中国CBA职业篮球联赛 辽宁队前锋张震灵此前在对阵吉林队的比赛中 因为一个动作,在近日引发球迷的群起激愤 在对阵广东队的比赛中 张震灵连续和对手洋将沃特斯发生冲突 他先在裁判面前撞倒沃特斯 裁判没吹,也就算了 张震灵随后又主动去撞战在原地的沃特斯 然后顺势倒地 结果裁判给了沃特斯为体犯规 靠着张震灵这一系列操作 辽宁一口气拿到了5分 此外在进入垃圾时间后 沃特斯投篮的时候 张震灵试图用扫糖腿电沃特斯 夸张的是裁判还是没有吹犯规 连续争议性动作 也被球迷剪辑了影片出来放到了网路上 更夸张的是 在此前对阵吉林队的一场比赛中 比赛第四节 吉林小将彭森奥上篮 张震灵一把直接将彭森奥扯了下来 随后裁判直接吹了张震灵为体犯规 可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张震灵竟然理直气壮 直接上前找 张震灵直接到出口 张震灵在对阵菲律宾的比赛 关键一击仓促出手 球打铁后爆头懊恼 俗辣一幕仍莉莉在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